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慧 纳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 但在媒体报道中看到许多税灾户 因为收到国税局开出不合理的税单 求助无门而搞到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几位社会人士 他们对于税的看法及亲身经历 财政部在11月10号公布前10个月 累积税收两兆4574亿元 年征22.5% 史上首度在10月就达标全年预算数 预估全年税收将超过预算数至少3000亿元 超征规模将写下历史记录 明明自新冠肺炎爆发后 每天新闻都在报道 国家的经济乃至于全球经济受到多大的重创 实际上我也看见了以前热闹的店面 一间一间的贴出了招租的高市 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的税收竟然还可以超征 这真是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税收对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收入 但缴税对纳税人而言却又不是件愉快的事 因为人民辛苦工作赚钱 求的不外乎是温饱 而缴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每天辛苦赚来的 所以对人民来说 缴税除了是义务之外 更是希望国家能够将税收用在对的地方 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建设及措施 其实以前我从来没有去细想过 税对我们来说有多么的息息相关 而事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基本上都与税有关 无论是去买东西或是吃饭 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的花费就包含了税 更不用说每年还有所谓的所得税 汽车的牌照税等 然而正因为缴税这件事 对人民及国家都很重要 所以税务人员在查核的时候 更应该要谨慎小心才对不是吗 但是从太极门的案件来看 我实在看不出我们国家的税务机关 是如何严谨来查核人民是否该缴税 而是看见税务机关是如何抢劫人民的 我是一位25岁刚步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 有了工作后 我明白除了要开始分担家计外 我也要开始缴税给国家 这是每个国民应尽的义务 对此我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我也知道哪些税是该缴纳的 哪些税是不合理不该缴的 因为我同时也是法税改革联盟的志工 在担任志工的过程中 我们有举办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 不管是文宣的发放 或是邀请专家学者来举办讲座 我也从中了解到 目前台湾税制有许多不合理的情况正在发生 在许多的税灾案件中 太极门是受害最大最久的团体 因为85年的宗教扫黑被侯宽人检察官违法不实起诉 且移送国税局发单课重税 对于这个税务案件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那是发生在民国85年的宗教扫黑 太极门无辜被牵连 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民国96年7月13日 刑事法院三审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被违法积压的太极门师徒 都获得了国家愿意赔偿 但是国税局继续违法发单课税 移送行政执行署 违法查封 违法强行拍卖 好不容易 在108年底 国税局基于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第422号判决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度数字第76号判决一致 一纳税者权利保护法 更正80 82 83 84 85 五个年度与禁师礼相关的 课税处分为零 与刑事判决结果一致 我们以为总算判得了清白 国税局却违反一致性原则 独将81年度的禁师礼当成补习班学费 持续强征课税 移送强制执行 国家法律应该是公正站在正义这方 而且所有的证据与事实都已显示太极门 无罪无欠税 不是补习班没有欠税的问题 国税局强征及触犯刑法第129条 违法征收罪 正义不能妥协 清白没有模糊空间 国税局应依法主动撤回 81年度强制执行 撤销违法课税处分 然而 我们等来的 竟然是109年8月21号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与国税局联手违法强行拍卖太极门土地 与二拍流标后 直接由台北国税局 及中区国税局声明共同承受 强行收尾国有 举一个历时25年还没结束 也是受害者最多最广的 太极门税务案件来说 太极门是武术修行门派 并在世界各地发扬中华国税文化 推广爱与和平 良心运动 各地方首长乃至各国家的当权者 都对太极门战域有加 但是这么好的一个门派 在台湾竟差点被超家灭族 其因是源自85年12月19日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检调 及大批媒体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 大事做不实的报导 污蔑太极门 意图引起舆论 造成社会大众对太极门产生负面观感 这莫须有的指控 直到96年7月13日 秦市三审判决太极门确定无罪 无欠税才还太极门师徒一个清白 而侯宽人的种种不法行为 也经监察院在91年主动提起调查 并详列了侯宽人检察官 在侦办太极门案件中设有八大违法 而要求法务部对其从严究责益处 但尽管司法已经还太极门一个清白 但太极门直到现在 人还没获得真正的公道正义 因太极门的税务案件 从错误的起诉出而起 司法赢了 理应国税局应该依法撤销 太极门的违法税单 但其中就是有想从中突立的违法官员 依旧紧咬着太极门不放 经过25年的禅宋抗争 各界专家学者的声援 但最后太极门的土地 仍被强制收归国有 了解这事件的始末之后 身为老百姓的我 除了震惊之外 更多的是感到无助 因为连太极门规模如此大 盛民享誉国际 面对台湾的法治 直至今日也还在抗争着 如果今天国税局早上的是我 我又如何表达我的诉求呢 根据统计 人民提起行政诉讼的胜率不到6% 有多少人是摸摸鼻子认了 有多少人是因此家破人亡 所以我才参与法税改革联盟 因为我相信 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那就找更多人一起揭发法税的乱象 民国85年12月19日 对太极门弟子来说 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日子 在大家好无预警的状况之下 检察官投宽人 带着检警单位 克枪实弹的对太极门进行搜索 那这个搜索的过程里面 它是没有一个合理性合法性 然后为什么只是搜索 就必须要鹤枪实弹 这个让大家存有很大的一个疑问 那么再来说 仇宽人对太极门开了一个 不当的起诉书 然后交给国税局 对太极门进行了一个 课税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课税的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不实的一个起诉书 所以造成了一个不实的课税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民国96年7月13日的时候 司法三审定业 无罪无逃漏税 然后他们竟然无视于司法的判定 而用起诉书来开这样子一个 不当的一个税单 那么对整个体制来说 我们要先怀疑它 是不是有一个合理性合法性 有没有一个正当性 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他开这个税单的时候 甚至于冤枉我们师傅的六十几万的存款 说我们有三十一亿不当的收入 然后以这个东西来开税单 那么开税单 对这种不当的税单 对他们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合理的怀疑 那就是关系到他们事后的一个税务奖金 照理说他们是一个公务员 他们领了国家的薪资 替国家做事是合理的 为什么还会有税务奖金这个部分 在税务奖金这个部分 其实不是太极门才有这样 被他们诬陷的一个困扰 而是全国的国民都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很多的人民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税单 造成了一个万年税单 而造成了假破人亡 然后致死都没有办法去还他们的清白 那么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 不对的地方我们让他导证过来 违法的税单万年不死 祸害人民将近25年 何时才能结束 人生能有几个25年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际专家学者的看法 I mean it's unbelievable It just wouldn't make sense If you try to make it sense And so I keep saying to myself How could it happen Why does it happen And why does it happen to Taiki men And I'm having great trouble In understanding this What is the interest That a civil servant can have In behaving in this way What was pushing it That this would happen Why Why could it go on happening For such a long time I want to understand motives far more And the fitting together of the system A system which on paper Looks so good And yet Has been Feeding this terrible corruption I think it's a blemish On what is a very fine system of justice In Taiwa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he role of tax authorities The role of prosecutors The role is not to seize property Okay Their role is not to prosecute people That may be what they do But that's not their role What is their role then Their role is to seek justice Their role is to follow The rule of law And in this case In a Tai Chi Minh case It's been determined That the taxes That have attempted to be collected Are improper And this is disturbing Because The continuation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n injustice Is as bad As the commitment Of that injustice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at is what's happening here In the Tai Chi Minh tax case In any court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rtainly in Taiwan If there's been an error We don't adhere to that error We don't say Okay fine There's been an error But too bad If we find new DNA evidence For example That confirms That someone who has been prosecuted And convicted And the appeals have gone All the way Even to the supreme court If later evidence shows That that person Didn't do that Didn't commit that crime We don't keep that person in jail Why? Because we're not here To prosecute or persecute people We're here to seek justice And if justice From information That comes And is learned Afterwards Shows That a prior ruling A prior conviction A prior tax assessment Was wrong Then it should be corrected That is precisely The case In the Tai Chi Minh tax case And it is Inconceivable to me That there's even A discussion About 1992 Because the situation And circumstances There were no different Than they were For the other years In which there's been A negotiation Down to zero Of the tax liability And the world Is watching People are watching How this case Is going To be handled And I encourage All of the decision makers All of the decision makers To put a stop to this To not seize any property And not perpetuate An injustice That has gone on For 24 years 专家学者们 对于太极门税案 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一张违法的起诉书 一纸毫无根据的税单 可以拖了25年 都还无法结束 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却放任违法官员 对人民加以迫害 希望政府的决策者 可以秉持正义与良心 终结违法假案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分享人心中 对政府的期许 我从小在太极门长大 回首过往 自小成长到 出社会这段人生旅程 我很感谢 有太极门的陪伴 虽然人生路上 没有人是一路顺遂的 但我很幸运的是 在我迷失不安的时候 身边除了家人外 还有更多的试用试解 能用更客观的方式 来开导我 并且与我分享 他们宝贵的人生经验 对我来说 在太极门的日子 每天都很快乐又开心 修改自己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反观我们的政府机关 台湾解研已过34年 但是我们的政府 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做了错事 永远只在表面做检讨 在国家缺钱的时候 税务单位 就随意对人民乱开税单 让人民多少缴一点 当人民可能因为经济而困难 而欠税欠费时 政府想的竟然不是如何帮助人民解决困难 而是对人民做出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强制执行 这才是台湾目前真正的现况 我期许我们的国家 做错事能诚实面对并改过 多倾听专家学者们的建议 就能让国家越来越进步 我相信台湾人是民主法治 以民为本的国家 只要人民团结起来 关心自己的权益 政府就不得不重视 也希望当权者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 让台湾的民主更进步 我之所以参加街宣 就是因为希望政府能够看到我们的坚持 因为整个的街宣过程里面 我的想法是 我是在替太极们这样子的一个税务在做争取 我是觉得说 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是为了替大家 替全国的百姓做争取 争取大家的利益 甚至于帮政府导向一个正确的一个走向 希望整个的台湾能够过着安居乐业 然后人民能够平安幸福的日子 有错误就要改正 希望政府可以以身作则 拿出心中的良知 改善税制的迫害与不平等 让未来更加幸福与和谐 接下来请观众朋友与我们一起来听 为爱勇敢这首歌 谢谢大家 承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遥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 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迎着风 迎着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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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迎来花香 迎回航 所以我们 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立即撤销所有的违法赛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战争烧点日 反召奖 要平凡 反召奖 要平凡